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课》。 我真是一个爵士大冤种, 男友搭上富婆的时候我还在替他做企划书。 晚上十一点,我熬夜替男友做完企划书,准备洗洗睡了。 朋友就发来了两张照片, 周李李,你什么时候分的手? 我点开照片,就看到男友在酒吧和一个女生热吻。 灯光迷乱,照片拍得模模糊糊的, 但男友的那张脸,我就是化成灰都认得出来。 此时此刻,我宁愿朋友发来的是男友化成灰的照片。 我当即就怒了,好你个许莫,骗我发烧睡了, 结果是跟别的女生逍遥快活去了。 还发烧,我看是发骚吧,地址发我。 我一看地址,还挺近,骑着小毛驴, 风风活活赶去了酒吧。 我赶到时,许莫正拥着人家姑娘在喝酒。 许莫勾搭上的对象,我还认识, 就是我们公司的美女老板关小, 她就比我们大了一岁,是我们俩的学姐。 周莉莉,你怎么来了? 看到我的那一瞬间,许莫的神色有些慌乱。 我直接拿起朋友递来的一杯酒,泼到了她脸上。 听说你发骚了,替你冷静冷静。 许莫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给她面子,脸色难看。 周莉莉,你发什么疯? 我男友背着我棒富婆,当鸭子去了,我不发疯,谁发疯。 我这话一出,周围人看向许莫的眼光,一下子就变了。 不得不说,许莫这小子确实招富婆喜欢。 旁边有个五十岁的阿姨立马就给她递了名片,笑吟吟道, 小伙子,你以后被人玩腻了,记得来找我呀。 阿姨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 她走前,还重重摸了把她的腹肌,竖起了大拇指, 小伙子很有料吗?好好在这一行坐下去,阿姨看好你。 许莫的太阳穴秃秃地跳着,脸也黑了。 大概是怕丢人,许莫站了起来,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 到了门口,我甩开了她的手。 许莫叹气,离离,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做这件事,真不能全怪我。 我挑眉,不怪你。 是关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你跟他谈恋爱了, 还是你得病了快死了,准备卖身换钱治病了。 许莫直视着我,面无愧色。 周离离,是我们俩太穷了,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 关小每个月能给我十万,你一年累死累活都赚不到这个数。 就这,我每个月零花钱就有一百万啊。 许莫只当我在志气。 周离离,你别开玩笑了,你什么条件我最清楚。 别的同学总归有一两件名牌衣服,你呢? 穿的衣服没一件有牌子的。 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没有牌子,可那是因为我请了设计师量身定制的。 光是每年的制装费,我都要花上好几百万。 他又踢了踢我的粉色小电驴,观小开的是奔驰,你呢? 小毛驴又怎么了?小毛驴多好啊! 节能还不堵车,这不比我车库里的劳斯莱斯和法拉利要香。 更重要的是,观小还是周氏企业董事长周胜的外甥女。 我要是能入了周胜的眼,前途无量。 我眨眨眼,我就是周胜他女儿,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观小这么大一个表姐呢? 这许默,该不会是被观小给骗了吧? 没错,我,许默眼里的穷逼,实际上是周氏企业董事长周胜的女儿。 在我六岁那年,歹徒看我妈很有钱,盯上了她,她最后被绑架撕票了。 从此以后,我家里人就让我财不外露,免得惹来杀身之祸。 跟许默谈恋爱这两年,我也没刻意装穷,表现出来的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 我本来想着,等许默什么时候向我求婚,我就什么时候跟她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在我等来她求婚前,先等来了她勾搭上富婆使乱中气的消息。 仔细想想,许默会做这样的事早就有预兆。 我和许默进入这家公司没多久,他平时跟我聊天时就明里暗里地夸观小。 他说,观小家是好长得好,还上进,一点都没有千金大小街的臭脾气。 夸观小时,他还不忘贬低我两句,说我年纪轻轻地没有上进心。 公司其他人都在加班的时候,我就应该跟着加班,怎么能准时下班,还跟主管对起来呢? 我当时一脸无语,这破创业公司,加班还不给员工加班费,我拒绝加班,拒绝内卷,还有错了。 也怪我不争气,我就是个死严控,看在许默说教时依旧帅气的脸旁,忍了。 现在想想,实在好笑。 他倒是上进,加班都加到老板床上去了。 官小在这时走了出来,许默,聊完了吗? 许默看也不看我一眼,殷勤替他拿起包,两人先后进了官小那辆奔驰。 朋友见我死死地盯着官小的车屁股,周里里,别伤心了,早点认清渣男真面目是好事啊。 这对狗男女喝酒了吗? 喝了,怎么了? 我拿起电话,喂,是警察叔叔吗? 我举报,有人酒驾,车牌号码是。 我认认真真地爆出了刚刚记下的车牌号码。 朋友对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牛。 朋友见我哭丧着一张脸,瞧你这出戏,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 我翻了个白眼,你懂什么? 四年的感情,走出来哪里那么容易? 呵,我看你就是舍不得许莫那张帅脸,朋友拧着眉头,死严控,没救了。 然后,朋友领着我进了包厢,一口气给我点了十个男模。 一个个都是宽肩,疯腰,大长腿,小狼狗,小奶狗,什么类型都有,最重要的长得帅,嘴还甜。 他们又是给我削苹果,又是给我捏肩膀的。 我鬼哭狼嚎地唱了首前男友的一百种死法,他们愣是露出了八颗牙齿的职业微笑,夸我不去当歌手,是整个华语乐坛的巨大损失。 要不是我看见了那两点三的评分,就真信了。 这才一晚上功夫,我就被彻底治愈了。 什么许莫,我早就抛到脑后了。 但许莫那一句关小是周胜外甥女这句话,还是让我耿耿于怀。 我印象中,我确实没有一个叫关小的表姐,别不是关小顶着我家的名头在招摇撞骗吧。 我决定去找我爸问个清楚。 关小骗许莫可以,败坏我家名声就不行了。 第二天就是周六,我中午回了趟自己家,问我爸知不知道关小,他果然没听说过他。 我爸有些奇怪,你突然打听这个人做什么?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跟他说了。 我爸皱眉,这种胡乱攀亲戚的人,你爸我见多了,你不用理他。 他看着我眼底的清黑,又心疼上了,他那家公司,你也别去了。 他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抢了你男朋友,铁定还要在工作上为难。 等发了工资再说吧,就你那点工资,我五倍不及你,礼礼。 咱不受那气,你以后要是想上班,就在自家公司上吧。 有爸照着,我看谁敢欺负你。 我没答应,这不是钱的事情,而是我就答应过我,我要是能瞒着身份在别家公司上一个月的班,他就给我买一款限量款包包。 大概是我妈死得早,家里心疼我是个没妈的孩子,都很宠我,特别是我爸,宠得我只想躺平做一条咸鱼。 只有我舅,一直看不惯我没有上进心,也没有吃过社会的毒打,心思太单纯,他怕我以后继承了公司,能被下属忽悠去了。 我刚毕业没多久,我就就用限量款包包忽悠我去上班了。 再过几天,我就能拿到那款包包了,怎么可能就这么辞职了? 我爸见劝不动我,李李,那你可得答应我,你拿到工资就立马辞职。 我的女儿,我可舍不得被别人这么欺负。 我笑咪咪地道,我知道了,老爸。 就在这时,我爸助理拿着文件找上了门,他就跟着助理进书房谈生意去了。 偌大的客厅,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爸的手机落在了客厅。 鬼使神差的,我拿起了他的手机,在通讯录里输入了官小的手机号码。 随即,我的瞳孔猛地一缩,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爸的手机里,存了官小的号码,备注是小,这么亲密的备注。 这就是我爸口中的不认识。 我死死地盯着我爸的手机屏幕,无数个念头从脑海里飘过。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爸有可能不是个好东西。 我这人有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自我认知明确。 我呢,有点脑子,但不多。 我很明白,我要是拿着手机去质问我爸。 我爸有千百种理由把我忽悠过去,还会打草惊蛇。 于是我回了房间,打电话给了我舅舅。 舅舅,我。 我一想到我爸可能做出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就声音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舅舅在电话那头急了? 李李呀,你在公司被人欺负了。 天凉了,官小那家公司该破产了。 这就是我舅,嘴上看不惯我闲鱼,希望我能受到受到社会的毒打。 可一旦我被谁欺负了,他是第一个伤的。 不是,是我爸他。 是你爸欺负你。 李李呀,让你爸破产可有点难度。 我,等我把官小的事情跟我就说了之后, 我就让我平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会派人调查官小跟我爸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舅,永远都是这么靠谱。 那我这班还需要去上吗? 你可以选择不上。 我心中一喜,随即就听到我就说, 但当初我们说好的, 你上满一个月的搬我给你一个包。 说好的一个月,少一个小时, 少一分钟,少一秒都不行。 刚才的那点感动, 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磨了磨牙齿, 你可真是我的好舅舅。 在事情没搞清楚前, 我暂时不想见我爸。 于是我回了公司附近的房子。 因为图方便, 最近我上班一直住在那里。 一进屋子, 我就看到许墨在家里等我。 他一看到我回来了, 就拍了拍旁边的沙发, 礼礼,我们谈谈。 我居高临下地看他, 许墨, 我告诉你, 我们完了,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许墨深以为然, 你说得对, 既然我们不是男女朋友了, 再住在一起就不合适了, 麻烦你搬出去住吧。 我拧眉, 凭什么是我搬出去? 许墨笑笑, 满脸不屑, 这间屋子的房租得八千, 你一个月工资就六千。 你一个人, 付得起吗? 我也笑了, 这是我的房子, 要滚也是你滚吧。 许墨刚毕业那会儿, 手里没多少钱。 他的家在乡下, 要想在城里工作, 必须先把房子给租好。 市里的房子贵, 房租也贵。 光是压一付三, 就能把他压得踹不过起来。 我看他每天早出晚归的, 找房子找得嘴上都起了泡。 因为囊中羞涩, 还是没租到合适的房子。 我抱着替许墨分担的心思, 把装修好的全新的房子 便宜了三分之一租给了他, 结果他还是贤贵。 于是我住了进来, 又替他分担了一半的房租。 直到现在, 许墨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 许墨像是听到了个天大的笑话, 周里里, 这可是市中心, 房价寸土寸金的。 你家就一普通小市民, 买得起这房子吗? 巧了这不是, 没记错的话, 这房产证就在我卧室梳妆台里。 我进了卧室, 找起了房产证。 许墨跟了进来, 在我背后冷嘲热讽的, 哟, 怎么还眼上了? 我瞥了许墨一眼,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许墨这么碎嘴子? 本来看着还算帅气的脸庞, 现在怎么看, 怎么试快和俗气。 我翻了翻书庄台, 没在里面找到房产证, 我纳闷, 去哪里了? 我明明记得放这里了呀。 许墨嵌奏的声音, 又从身后响起, 周里里, 别装了, 你家什么条件我还不清楚吗? 说话间, 我在一个文件夹的夹缝里 找出了房产证, 拍到了他的脸上, 许墨, 你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这是什么。 许墨漫不经心地接过, 脸上还带着嘲讽的笑。 等他看清了房产证上, 确确实实写的是我的名字后, 他脸上的笑意消失了, 转而被错愕代替, 怎么会这样? 你一小市民家庭, 怎么买得起市中心的房子? 怎么买不起呢? 这只是我众多房子里 普普通通的一套而已。 看着许墨错愕的神情, 我分外解气, 下巴微抬, 现在可以从我家里滚出去了吗? 许墨不说话了, 草草地收拾完行李, 狼狈地离开了我家。 我站在门口, 笑眯眯地目送他离开。 许墨进电梯前, 沉着一张脸, 周里里, 你也别太得意。 你不就有一套房子吗? 还是靠你家里人买的吧, 掏空了你爸妈的钱包, 还在还房贷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笑了笑, 你一个靠女人吃饭的, 又有什么资格说我。 就在这时, 隔壁屋的小姐姐也进了电梯。 听到我那句话, 她神情古怪地看了许墨一眼。 许墨一向要面子, 现在她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 最后她直接转过了身, 面壁撕过了起来, 一整个自闭的大动作。 双休日过得飞快, 一转眼就到了让人头疼的周一。 这天早上, 叫醒我的不是梦想, 而是舅舅许诺过我的那只包包。 我没精打采地进了办公室, 就在自己旁边的工位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 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毫不夸张地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精神了。 顾灵, 你怎么在这里? 顾灵, 我的青梅竹马。 在国外读的大学, 她最近才回来, 据说是要回来继承家业。 前两天, 许墨跟关小在酒吧暧昧不清, 就是她壮见的, 并拍下照片发给了我。 顾灵的脸上是玩世不恭的笑容, 和你周大小杰一样, 来体验生活。 她的话, 我是半句不信。 顾家一直以来都是把她当继承人培养的, 她自己也很优秀。 我听说她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出于玩票兴致, 开了家公司, 赚了不少钱。 就她, 还需要来这家小公司磨练自己。 我继续问,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就去找了你们公关部经理, 说我想进入贵公司。 你们经理看了看我这张脸, 同意了。 我看了看顾灵的那张脸, 不得不说, 她这张脸长得确实有说服力。 以前我和顾灵逛街, 就经常有星探给她递名片。 我大致猜到了顾灵的目的, 大概是怕我在公司受到欺负吧,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从小到大, 顾灵就把我当作妹妹来疼。 其因是顾伯母一直想要个女儿, 无奈就只生了顾灵一个儿子。 她联系我是个没妈的孩子, 就把我当作女儿来疼, 还一直教导顾灵要保护好妹妹。 顾灵就比我大两岁, 在学校时她就一直很照顾我。 我的同学们都知道顾灵是我哥, 也没人敢欺负我。 我唯一一次被欺负, 还是后桌男生手剑, 经常在下课的时候扯乱我的小辫子。 气得我哇哇大哭。 顾灵得之后, 在放学后堵了那男生, 把那男生打得也哇哇大哭。 最后,男生哭着向我道歉, 说姑奶奶我错了, 顾灵才放过她。 从此以后, 那男生见我都是绕道走的。 我原以为, 今天这班上的不会太顺利。 没想到都快下班了, 关小和许墨都没找我麻烦, 甚至他俩连出现都没出现。 正当我准备松口气的时候, 他俩踩着下班的点来了公司, 我当即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关小一进办公室, 目光立即落在了我身上, 一看就是冲着我来的。 果不其然, 周历历, 你等会儿跟我一起去谈个业务。 我当即就拒绝了, 关总, 我快下班了。 再说了, 我是技术部的, 谈生意这种事不是我的职责。 关小那细长的眉毛, 嚣张地扬了起来, 周历历, 你不想干可以滚。 我倒是想大声说我不干了, 可想想再上一天班, 我就能拿到, 我就答应给我的限量款包包了。 我握紧了拳头, 我忍, 我忍还不成吗? 我堆起假笑, 关总, 说那话, 我对公司业务挺感兴趣的。 难得你赏识我, 去见识一下也挺好。 关小满一点头, 转身离去。 许墨适时地走过来, 踩了我一脚, 周历历, 你有防又怎样, 最后还不是要被关小踩在脚下。 我笑笑, 比不过你, 没防还被关小踩在脚下。 这话踩到了许墨的痛处, 他脸色铁青, 不说话了。 顾灵在这时叫住了关小, 干嘛, 关小本来还有些不悦, 看到顾灵那张脸, 立马就变得和颜悦色, 我是说, 有什么事吗? 我也对公司业务挺感兴趣的, 能不能也跟关总去见识一下。 关小笑银银道, 当然没问题, 你是新来的, 怎么没见过你? 那天晚上, 关小和许墨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酒吧灯光又暗, 所以他们完全没认出来, 顾灵就是那天为我通风报信的朋友。 顾灵眼眸微弯, 嗯, 今天刚来的。 那双桃花眼, 不笑都自带三分笑意, 笑起来眉眼如酒, 简直会让人沉溺其中。 关小心神荡漾, 已经开始问顾灵的家庭条件如何了, 看起来是对她动了别样的心思。 我轻轻择了一声, 对身旁的许墨说, 许墨呀, 真可怜, 刚上岗就要失业了, 看来你这一行也不好做呀。 许墨脸一黑, 二话不说就把关小给拉走了, 也让顾灵从关小的纠缠中解脱了出来。 当晚, 我就跟关小参加了一个酒局, 大概有顾灵在身边, 我心中安定。 关小把我安排在了一位肥头大尔的刘总身边, 刘总看向我的眼神很油腻, 让我感到很不适。 刘总, 关小, 你这次带来的员工挺漂亮的。 关小笑得像老宝, 跟刘总吃饭, 我哪次带来的员工不漂亮了? 那倒是刘总哈哈大笑起来, 说着, 刘总就要跟我碰杯, 我拒绝了。 刘总立马沉下了脸, 现在的新人都这么不懂事吗? 关小也瞪了我一眼, 周里里, 你就陪刘总喝一杯怎么了? 还委屈你了? 许墨也大枪, 就是, 你是来公司打工的, 不是来当大小姐的。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 就如一块石头, 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喝。 顾灵刚开口, 准备替我解围, 我就一口气把酒给喝了。 他们不知道, 我不喝酒, 是为了他们好。 我这人酒量差, 人称一杯倒。 人家喝醉酒是发酒疯, 而我是真的疯。 不过有顾灵在, 我再怎么疯, 也有人给我兜底, 我不是很怕。 刘总这才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 这才对吗? 关小也说, 我看里里的酒量, 不是挺好的吗? 来, 多陪刘总喝一杯。 我很干脆, 又陪刘总喝了几杯。 他们笑得更欢了, 特别是刘总, 看我眼神迷离, 那只肥瘦的大手就要往我手上放。 此时此刻, 我思绪冷静, 拿起手上的刀叉, 插在他的手上。 刘总没想到我会这么做, 愣了一瞬, 随即, 他的脸就变成了猪肝色, 疼得哇哇大叫。 我黑黑一笑, 硬生生把刀叉在刘总的手上转了一圈, 刘总叫得更惨了。 关小被我的凶残吓到了, 周李李, 快住手, 你疯了吗? 顾灵倒是很冷静, 不, 他只是喝醉酒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有谁喝醉酒会拿刀叉叉人的? 别人不会, 我会。 我喝醉酒, 会觉得自己是某部影视剧里的角色。 自然的, 身边的人的身份也会变一变。 我发酒疯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我爸。 那时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我爸特高兴, 请了好多人吃饭, 摆了宴席大请四方, 他还哄着我喝了两杯。 喝完酒, 我就把我爸当作尘世美, 当着众多来宾的面, 暴打了他一顿。 据我就说, 我那时哭的那叫一个真情实感, 打的也叫一个真情实感。 我就听到我爸这么扎, 忍不了, 当即就抄起凳子。 直到我哭诉我是秦香莲, 我就又默默把凳子给放下了。 而我发酒疯的第二个受害人是顾灵。 那时顾灵要去留学了, 我特舍不得他。 送别宴上, 我多喝了两杯。 然后, 我就以为自己是泰坦尼克号里的螺丝, 非要拉着顾灵去跳海。 哦不, 是从二楼阳台跳下去。 顾灵没答应, 我就单方面吻别了他。 当时顾灵愣住了。 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就这个不厚道的, 不仅没拦着我, 还录了视频。 因为这事儿, 我尴尬得两年没见顾灵。 但总的来说, 虽然我发酒疯, 但我发的酒疯 还挺智能人性化的。 遇见渣男就抄凳子上, 遇见帅哥就搂搂抱抱。 喝醉前, 我就在想了, 我喝醉后, 应该会暴打刘总一顿吧。 结果呢, 几杯酒下肚, 我直接就化身成了汗泥把, 试图把它给吃了。 大概是刘总太胖了, 看着太像一只大肥猪了吧。 那一叉子下去后, 我又拿起刀, 试图优雅地割他的肉。 刘总又不是 真的猪的, 自然不会放任我随意祸祸它。 他的脸已经腾成猪肝色了, 高高举起另一只完好的手, 试图甩我一巴掌。 他那只手还没碰到的我的脸颊, 就被顾灵轻松扼住了。 刘总疼得又是一阵乱叫, 于是他冲观小吼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帮忙啊。 官小回过神, 对许墨吼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去帮忙啊。 许墨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他这人长得是帅, 但平时就没锻炼的习惯, 就是只白斩鸡, 哪里是热爱各项运动的顾灵的对手。 接下来的场面, 一片混乱, 总的来说, 就是顾灵一打二, 完胜。 而我呢, 就负责拿着一个小叉子, 时不时捅这个一下。 捅那个一下, 刘总打不过, 直接就报警了, 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等我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警车上了。 刘总和许墨鼻青脸肿的, 衣服上还有星星点点的血迹, 那是我扎的。 至于顾灵, 只是头发有点乱了而已。 他随意地抓了把凌乱的头发, 露出光洁的额头, 有种凌厉不羁的帅气。 我有点断片, 看着手上有血, 有些不敢置信, 喝醉酒后的我, 原来有这么厉害吗? 没有, 是我打得, 顾灵神情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这次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你猜? 顾灵信心满满, 你是容嬷嬷吧, 一直拿叉子戳人。 我瞪大了眼睛, 汗泥拔, 我是汗泥拔, 还是麦书演的那一板, 可帅了。 坐在前座的刘总回过了头, 冷哼一声, 还有心情说说笑笑, 等到了警局我让你俩哭都哭不出来。 刘总眼中的狠力吓到了我, 就在这时, 我的手被顾灵温暖的大掌给握住。 我侧眸, 就看到顾灵神情镇定, 别怕。 她那安如泰山的情绪感染到了我, 我突然就不怕了。 一到警局, 就有个叫小刘的小警察过来处理了这事。 她看到刘总那惨样, 大惊, 叔叔,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一听这称呼,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善了了。 果然, 刘总那根肥朔的手指, 指向我和顾灵, 那小刘就不由分说地要拿手铐靠我们。 我挑眉, 你就不问问我们, 发生了什么事吗? 小刘笑了笑, 有什么好问的, 我叔叔说是你们错了, 那就是你们错了。 刘总在旁边一脸得意, 我早就说了, 你们得罪我没什么好下场的。 她又道, 这样吧, 你们俩都给我跪下, 给我磕十个响头, 我就考虑原谅你们。 你让谁跪下? 冰冷微凉的声音, 从门口响了起来。 刘总眉头一皱, 转过了头, 你算什么东西, 敢管老子的事情。 小刘, 你把他也抓起来吧, 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吧。 刘总没注意到, 小刘在看到来人的那一刹那, 脸色发白, 身体都在颤抖。 顾灵开口道, 叔叔。 刘总还以为是在叫他, 丝毫不知道自己快要大难临头了, 激笑道, 还叔叔呢? 你叫我爸爸都没用。 叔, 叔叔, 小刘声音都在抖, 他叫的不是你, 是我们局长。 局长, 刘总这才拿正眼看刚刚过来的人, 发现他身形高大, 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 很唬人。 刘总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慌乱, 又很快冷静下来, 局长又怎么样? 现在可是他亲侄子打了人, 难道顾灵不该关进去? 顾灵那双桃花眼, 微微上挑, 你怎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打你? 我这完全是见义勇为。 他拿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刘总率先我们一步, 进了酒店包厢, 点好了菜和酒。 他鬼鬼祟祟地拿出了一包白色粉末, 放进了其中一个红酒里, 用力地晃了晃。 随后, 他露出了一抹猥琐的微笑, 有脑子的人不用猜, 也知道他想拿着药粉干嘛。 我气的人都在发抖, 打了刘总一巴掌, 什么玩意儿啊? 又嘲弄地看向关小, 关总, 原来你还兼职劳保啊。 关小有些慌, 你别诬赖我,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至于刘总, 他还在死鸭子嘴硬, 那是不要, 不能说明什么的。 就在这时, 顾灵的助理拿了那瓶酒的检验报告过来了。 顾灵看了一眼, 笑得一脸寒意, 你说这是不要? 顾局长接过报告, 看了眼, 派人把刘总给押走调查了。 就刘总那熟络的动作来看, 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事, 估计这日子狠行很有盼头。 而小刘也因为这事, 暂时停职了。 被押走后, 刘总脸色惨白, 冷汗沉沉, 朝关小破口大骂起来。 关小, 都他妈怪你, 是你说周里里好摆弄的。 关小脸色不太好看, 不仅是因为被他骂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公司三分之一的业务, 都是刘总提供的。 这一次, 关小可亏大发了。 第二天, 我还是去关小的公司上班了。 毕竟, 我在上这最后一天班, 就能拿到舅舅要送我的限量款名牌包包了。 关小现在是看到我和顾灵就头疼, 告诉我俩被公司辞退了。 那我工资。 他打断了我的话, 无比生气, 你还敢要工资, 我不向你索赔就不错了。 就因为你昨天耍酒疯, 公司的一扇大生意都被你搅和没了。 我一听, 乐了,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我在这家创业公司工作了一个月, 加班是长室, 但还没签过劳动合同。 按照劳动法规定, 我申请劳动仲裁的话, 公司得赔我双倍工资。 我干脆利落地收拾东西走了。 至于顾灵, 她就上了一天的班, 连东西都不用收拾。 临走前, 公司的同事小李 把我叫到了楼梯口。 她先是感激我把刘总送进了局子, 她饱受刘总的骚扰, 为了保住工作, 一直是敢怒不敢言。 小李说, 你别怕关小慧报复你, 她和周氏集团的周胜, 铁定不是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 我微微挑眉, 哦, 你展开说说。 小李告诉我, 他有一次在其他市旅游, 看到周胜和关小母女逛街了, 关小他弟弟也在。 更重要的是, 关小他弟弟的眉眼, 特别像周胜。 在他看来, 他们分明就是一家四口嘛。 他撇撇嘴, 外面还说周胜深情得很, 只喜欢他老婆一个人, 老婆被绑架撕票后, 一直没走出来。 我看哪, 他早就走出来了, 说不定关小都是他生的呢, 就是关小整了太多次容, 即使像周胜, 也看不出来了。 他又说, 我记得周胜有个女儿, 关小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他女儿去。 他女儿知道他爸有私生子女, 肯定会帮你对付关小的。 我听了, 心里咯噔一下, 关小比我都大, 岂不是我爸婚内 就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 你有他们一起逛街的照片吗? 有。 小李把他那天拍下的照片发给了我。 我看到我爸正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耐心地拿着玩具在逗他。 我爸的笑容里是满满的父爱。 至于关小的母亲, 则拿着我爸的外套, 看向我爸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 我无法欺骗自己, 我爸跟他们没关系。 看到照片的那一刹那, 我的心彻底凉了。 顾灵看我状态不太对, 担心我一个人回去会出事, 亲自把我送回了家。 回到家里, 我连忙把照片发给了舅舅, 让舅舅查一查, 我爸跟照片上的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没过多久, 我爸就打来了电话, 问我已经工作一个月了。 体验生活也体验得差不多, 辞职了没有。 他已经在公司给我安排好了职务, 并跟经理打好了招呼, 经理会在工作上好好, 关照我的, 我下周就能去上班了。 往日, 我听到我爸这样贴心的安排, 会觉得我爸可真好啊。 而现在, 我心头浮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爸这是要把我挤养费, 好给他在外面的儿子腾出位子吗? 因为我爸的是, 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顾灵就约了我去他家的度假村散心。 顾家的度假村是这两年开发的, 结合吃喝玩乐于一体。 价格不菲, 但一经推出后还是广受游客的欢迎。 特别是冬天, 因为度假村有露天温泉的存在, 来的游客就更多了, 一票难求。 顾灵给我安排的房间里就有温泉, 晚上泡着温泉看星星, 别提有多舒服了。 冤家路窄。 我和顾灵在排队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 前面就是许墨和关小。 关小在对许墨吹嘘着, 这酒店可难订了, 我也是拖了我舅舅的福财订到一间房, 晚上我们可以一边在房间泡温泉, 一边看星星哦。 都不用猜, 关小口中的舅舅就是我爸。 许墨则在旁边恭维着, 什么关总真厉害啊, 拖了关总的福, 才能住到这么好的酒店, 哄得关小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直到酒店前台跟关小说, 现在是旅游旺季。 好房间早就被订光了, 酒店只给他预留了一间普通房间, 要想泡温泉, 可以去室外温泉泡。 关小才变了脸色, 没有温泉房了。 酒店前台, 这位客人, 不好意思, 温泉房已经都被人预定走了。 预定了又怎样? 我就可是周盛, 你不给我面子, 周盛的面子总得给吧。 酒店前台一脸疑惑, 请问周盛是谁? 关小脸一下子就黑了。 关小平时用我爸的名头作威作福的, 那是因为大家都是生意厂上的人, 都认识我爸。 酒店前台又不混生意圈, 会认识我爸才怪呢。 看到关小吃瘪, 我没忍住, 扑吃笑出了声。 关小一回头, 就看到了我和顾灵, 她皱眉, 你们俩怎么会在这里? 又嘲讽, 你们两个穷逼, 住得起这里吗? 我笑笑, 怎么住不起呢? 你忘了, 前两天, 我刚跟贵公司劳动仲裁, 得到了不菲的赔偿金呢。 一说起这事, 关小就来气。 那天, 关小把辞退我之后, 正高兴着呢, 没想到劳动局转头就打来了电话, 说我去申请劳动仲裁了。 她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好选择了和解, 赔了我一大笔赔偿金。 等我们办理好了入住手续, 关小很生气地跳了出来, 凭什么他们能住温泉房? 我不能住, 他们早就预定好了。 关小一副了然的样子, 我知道了, 你们这两个穷逼, 为了省钱, 肯定提前半年订好了房间。 她上前一步, 拦住了我俩, 用施舍的语气对我们说, 你们当时是花多少钱, 定房间的, 我出三倍, 别说我小气。 顾灵笑笑, 十万, 你想要, 得出三十万哦。 关小大惊, 这么贵, 你在糊弄谁呢? 我听说这度假酒店最贵的一间, 也就六万。 前台小姐姐在这时候发话了, 酒店里确实是有价值十万的 至尊总统套房, 不过那几个房间, 常年被人包下, 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知道, 这酒店还有这么贵的至尊总统套房了。 关小用一种震惊的眼神看着顾灵, 随即又了然地笑笑, 呵, 你们一定也是托关系拿到的吧。 顾灵笑咪咪地道, 你说得对, 我们确实没花一分钱。 关小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还想嘲讽顾灵两句, 就听到顾灵依旧用那种和善的语气, 说, 保安, 把这两个客人给请出去, 我们酒店不欢迎这样没素质的客人。 关小一脸不屑, 顾灵, 你住了至尊总统套房, 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保安会听你的话才怪呢。 话音刚落, 关小和许墨就被请出了酒店, 两只行李箱也被丢到了外面, 关小气得只能在酒店门口无能狂怒。 大喊我舅舅是周胜, 那模样还怪喜感的, 我没忍住又笑出了声。 大冬天的, 在室内泡温泉果然是一件幸福感爆棚的事情。 我泡着温泉, 喝着红酒, 欣赏着窗外的雪景, 连日来积在心头的阴霾, 消散了许多。 直到房间门被敲响, 声音砰砰砰的, 一听就来势汹汹, 像是来找麻烦的。 我通过智能猫眼一看, 发现外面站的是关小, 许墨, 还有酒店经理, 他们的对话也传进了门里。 原来关小咽不下这口气, 以周胜外甥女的名头, 叫来了酒店经理, 准备逼我和顾灵搬出房间, 好让他们住进去。 而酒店经理听到关小是周胜外甥女, 大概是起了讨好的心, 一口答应了下来。 酒店经理嘴里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着, 你放心, 那间至尊总统套房, 一定是你们的。 敢得罪周总的外甥女, 大晚上的我让他们睡雪地去。 看到这幅场景, 我二话不说, 就把顾灵给叫了出来。 顾灵刚洗过澡, 乌黑的短发微垂, 眉眼深邃, 身上穿了件黑衬衫, 扣子随意地解开两颗, 有种莫名的欲。 关小一看顾灵出来了, 晃了晃神, 还咽了两口口水。 直到许墨脸色难看地 扯了扯关小的袖子, 她才回过神, 连忙对酒店经理道, 许经理就是她 让我们滚出酒店的。 她双手抱胸, 眉眼间尽是得意, 一副你们完了表情。 酒店经理一看是顾灵, 就像是穿剧变脸一样, 脸上立马堆起了笑容。 请问, 顾总在这里住得舒服吗? 您对我们的酒店服务满意吗? 您看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关小和许墨听完俱事一愣, 酒店经理不是来找顾灵麻烦的吗? 怎么还做起问卷调查来了? 等等, 他怎么叫顾灵顾总? 顾灵没回, 只是拧没,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酒店经理一副不认识他们的样子, 不知道呢? 顾总, 你不想看到他们呢? 我马上叫保安把他们请出去。 关小瞪大了眼睛, 经理, 你在说什么呀? 你刚刚明明说你会。 话还没说完, 保安就在经理的指使下, 捂住了他的嘴巴, 把他请出了酒店。 至于许墨, 他在临走前用一种蔑视的眼神看着我, 像是在说, 我不是也攀上了顾灵, 又比他好上多少。 我一整个大无语, 果然心里肮脏的人, 看什么都是脏的。 这一次度假村之旅, 除了一开始的那点小插曲, 我过得还是挺开心的。 回城的路上, 我接到了舅舅的电话, 他已经把我爸和关小一家的关系, 给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我就得知我身边有个顾灵后, 也没让我回避着他点, 反而觉得他在比较好。 我要是听了舅舅调查出来的事情, 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顾灵也能拦着点。 我笑笑, 舅舅, 你太小看我了。 我是大人了, 能承受得住, 你说吧。 从舅舅的口中, 我得知我爸跟关小他妈关群儿, 是高中同学, 两人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了。 两人读了大学后, 就开始了异地恋。 在读大学期间, 我爸隐瞒了他单身的身份, 仗着有几分颜值追求起了我妈, 最后跟我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关群儿是知道我爸的渣男行为的, 他选择了理解并默默支持他。 在他看来, 我爸就是个很有野心很优秀的男人, 他以后只会越爬越高, 他注定是强留不住他的。 我直接无语凝掖, 很有野心很优秀的男人, 是指踩着女人上位吗? 又突然觉得, 我跟我妈能成为母女是有一定原因的。 我跟我妈一样, 也图人家美色跟人家谈恋爱。 如果不是我谈恋爱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许莫没沉住气嫌我穷搭上官小后分手了, 我没准还真会步入我妈的后尘。 我就又说, 我爸跟我妈结婚后, 也一直跟关群儿有来往, 甚至于他还让关群儿掀我妈, 一步怀上了关小。 我妈死后, 我爸直接就把关群儿和关小接到了市里, 在外跟他组建了第二个家庭, 两人后来还有了个儿子。 怪不得了。 我妈死后, 没多久, 我爸总是很晚才回家。 可即使回家这么晚, 他都会来我房间看我, 帮我盖一盖被子。 有时候, 他看我没睡着, 还会给我讲睡前故事, 认认真真地扮演他的好爸爸角色。 我还以为他是工作忙, 体谅他太辛苦了, 每次他要跟我讲睡前故事, 我都让他赶紧去睡。 万万没想到, 他是在关群儿那边待够了, 才会过来看看我, 随便演一演好爸爸。 即使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听到我舅舅这番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 我一直以为我是幸福的, 我虽然没有母亲, 但我爸特别爱我宠我, 这足够弥补我缺失的母爱。 结果, 这原来彻头彻尾都是个谎言。 舅舅问,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我以为舅舅调查的结果到此为止了。 结果他下一句话, 让我惊得险些把手机摔到地上。 舅舅声音沉重, 李李, 你妈妈的死可能不是个意外。 我以为我爸就是个道德咖, 没想到还可能是个法治咖。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舅舅, 你有证据吗? 舅舅叹了口气, 我给你发了段视频, 你自己看吧。 视频里, 我爸和一个保养得当的中年妇女 在一处幽静的咖啡馆里约会。 我看过小李偷拍的 官小一家逛街的照片, 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中年妇女就是官犬。 他们的对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爸说, 官小这孩子只听你的话, 你让他低调一点, 别拿着我的名头到处显摆。 官娶儿不愤, 官小他心里委屈着呢, 不能光明正大叫你爸爸, 叫你一生舅舅怎么了。 官小他太高调了, 周李李他都开始问了, 官小是不是我外甥女。 官娶儿变得紧张起来, 你怎么说的? 周李李会不会怀疑 官小和你的关系啊。 我爸笑笑, 不会, 我说什么周李李就信什么, 豪哄得很。 周李李过了年就二十三了吧, 你把他手里的财产拿到手, 才是真本事。 我妈当年立过一份遗嘱, 说她死后, 要把她手头的财产都留给我, 不过我得等到二十三岁, 差不多大学毕业了, 才能继承。 我还暗自奇怪, 我妈怎么这么早就开始立遗嘱了?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 她或许早就知道 她这枕边人有些问题了。 你以为我这些年 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她这人已经被我养废了, 我让她接手公司, 她还会觉得烦呢? 我爸一脸自信, 你就等着瞧吧, 都不用我刻意提, 她能主动把公司让给我。 我爸还真猜对了。 我确实有这么个想法, 倒不是觉得接手公司烦。 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爸管理了那么多年公司。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把公司让给她吧, 她心里也舒服。 反正我爸就我一个女儿, 最后她的还不是我的。 而现在呢, 我看着我爸和官曲儿 算计我的嘴脸, 我可娶她妈的吧。 官曲儿在这个时候问了, 要是她不肯让的话, 就让她消失吧。 别在这里说这种话, 我爸一脸警惕。 怕什么, 我们说话那么轻, 谁听得到, 官曲儿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要我说, 干脆你拿到她手里的家产, 就让她消失, 这种事我们以前也不是没干过。 听到这话, 我一阵心惊。 官曲儿说, 他们曾经让人消失过。 我当即就想起了我妈, 在我六岁那年, 她被绑架了。 家里考虑到母亲的安全, 没有报警, 筹够了足够的钱 去见了歹徒。 结果歹徒没见到, 家里人见到的是我妈的尸体。 我舅舅大怒, 又是报警, 又是请了私家侦探调查这件事, 一直没有查到什么东西来。 当时, 我爸表现得痛不欲生, 没人怀疑是他干的。 仔细想想, 这件事本身就透着奇怪。 歹徒是冲着钱去的, 我家这么配合歹徒, 他们怎么还会撕票呢? 除非, 他们当年就是想要我妈的命。 直到这时, 我看向我爸的眼神里, 才多了些刻骨的仇恨。 关曲儿还在劝我爸, 老周啊! 难道你舍得你儿子 做一辈子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叫你一辈子的舅舅吗? 我爸过了会儿, 竟然道, 你说的这件事, 还需要从长计议。 我爸他想杀了我, 我以为这么多年了, 即使是演的, 他对我也有几分真感情的。 那一瞬间, 毫不夸张地说, 我浑身的血液 就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从头凉到了尾。 我就估计我看完了, 才又重新开口道, 光凭这段录音 不能定你爸的罪, 我会派人重新调查 你妈那起绑架案。 辛苦舅舅了。 李李, 你要不要来舅舅家里住一阵, 散散心? 不用。 我爸的所作所为, 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 我准备如了我爸的意, 进我家的公司工作。 至于是做一条混吃等死的咸鱼, 还是努力上进, 还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有些情绪是后知后觉的。 我就揭露了我爸丑陋的真面目后, 我心态还算平稳, 觉得自己能承受得住。 当我看到不远处的广场上, 年轻的爸爸陪着小女儿玩游戏, 冷不丁的, 我就像是被钝刀子捅了一下, 心脏一抽一抽的疼, 鼻子也发酸。 顾灵停下了车, 递了纸巾给我, 想哭就哭吧。 等我哭完, 顾灵领我去了发泄屋。 发泄屋里摆满了酒瓶, 人形模特之类的东西, 专门让人打砸他们来解压。 正好, 我有许多情绪要宣泄, 穿好防护服后, 就拿着棒球棍开砸了。 除了打碎了些酒瓶, 我重点关照了长得像我爸的人形模特。 等那个人形模特被我打烂, 我的情绪也被就宣泄得差不多了。 顾灵拿了块毛巾给我, 让我擦擦汗。 我由衷地道, 顾灵, 你真好。 顾灵眼底是漫不经心地笑, 我再好又怎么样? 是谁这么狠心, 两年都没来见我? 我, 我那时没脸见她, 要知道在顾灵的送别宴上, 我又是强吻她, 又是要拉着她去跳楼, 实在是太射死了的。 顾灵看出了心中的窘迫, 她摸了摸我的头, 李李, 我不介意那件事, 我甚至很开心。 嗯, 她在开心什么? 开心看到我射死的一幕吗? 还是她对我有意思? 我不敢深问, 怕迎来二次射死。 我如了我爸的愿, 进了自家的公司上班。 我爸原本想把我安排在后勤部, 那就是个混吃等死的部门。 在那里, 我学不到任何东西。 我主动提出要去业务部学习, 我爸不太高兴, 又很快挤出笑脸说业务部很累的, 我适应不来, 强烈建议我别去受这个罪。 我笑咪咪地说, 有爸你罩着我, 谁还敢欺负我? 我爸一噎, 他还想在我面前办一办辞赐, 很无奈地让我进了业务部。 我没刻意瞒着自己的身份, 同事们都知道我是周胜的女儿, 将来是要继承公司的, 对我客客气气, 很照顾我。 我大学专业学得扎实, 同事们又配合, 很快就熟悉了公司的具体事物, 生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这期间, 最不开心的就是我爸了。 他以为我就是去混日子的, 没想到我真的在认真学习处理公司事物, 天天早出晚归的, 忙得不亦乐乎。 大概是我的事业心吓到他了, 他特地让我回了一趟家。 饭桌上, 他是连连叹气, 李李啊, 你看你都累瘦了。 有爸在, 你可以安安心心当个小公主, 不用那么累的。 这要是在以往, 我肯定以为我爸是真为我着想, 高高兴兴当我的咸鱼去了。 而现在, 我看到我爸那副 为我着想的虚伪模样, 只觉得恶心。 我慢吞吞地包着虾, 那哪成, 再过两个月我就二十三岁了, 也该继承家业了。 我爸一正, 你不是一向对继承家业 没什么兴趣吗? 我爸自认为把我养废了, 这偌大的家业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万万没想到, 我竟然还有继承家业的想法。 毫不夸张地说, 他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爸, 你知道关小抢了我男朋友这件事吧? 我算是明白了, 女人还是要搞事业。 不然喜欢的东西都保不住。 我爸还想说些什么, 我却不愿意跟他演戏了, 表示自己吃饱了, 回房休息了。 后来我半夜去厨房倒水喝的时候, 经过了书房, 听到我爸正在打电话, 责备关小。 他大概是气到了, 声音一点都没收敛。 他确实该气, 他为了得到我妈的遗产, 可是整整布局了快二十年了。 在我工作期间, 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有个年龄, 跟我相仿的女生向我求助, 说有个同期进来的男同事, 一直在骚扰他。 他向业务部经理投诉了, 也没有用。 而且他最近还坐到了小组长的位置。 我纳闷, 业务部经理一项公司分明,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因为那个男同事是周总的远房亲戚, 经理也拿他没有办法。 我暗暗调查了一番, 发现这两年, 我爸塞了不少他家的人进公司, 大概是想培养自己的人脉。 但他塞进来的人一个能成气候的都没有, 他们就是公司里的蛀虫老鼠, 仗着我爸的名头, 一心想从公司捞好处。 我带着我调查出来的名单, 去找了各个部门的经理, 让他们把这些公司的蛀虫给辞了。 他们在公司工作好多年, 都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往上爬的, 也知道我爸培养那些人, 是想取代他们的位置。 他们早就看那些人不顺眼了, 特别地配合。 这件事很快就闹到了我爸那里, 我爸怒气冲冲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李李,你在胡闹什么? 我直接就把他们做的那些破烂事, 甩到了我爸桌上, 我在肃清公司环境啊, 爸你真是老糊涂啊,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公司领。 我爸无言以对, 我离开时, 我能明显感受到, 我爸看向我的视线里充满了杀意。 李李,还不下班呢? 你男朋友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我做着收尾的工作, 别胡说, 他就是我一哥们。 同事也于, 我男朋友都做不到天天接送我上下班, 有这样的好哥们, 你就从了吧。 我轻轻拍了下同事的肩膀, 让他别胡说, 自己却陷入了深思。 我最近上下班, 都是顾灵来接送的。 自从他知道我爸要对我不利后, 就不放心我一个人上下班, 担心我一个单身女性在路上会遇到什么危险, 开始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上下班。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确实是越来越喜欢顾灵了。 顾灵长得帅, 人优秀, 对我还好, 朝夕相处之下, 我简直不喜欢他都难。 但我不确定, 顾灵究竟对我有没有意思。 要是我贸贸然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结果他只把我当作妹妹看待, 那我就尴尬了, 还会失去像顾灵这么好的一个哥哥。 在我左思右想下,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完全可以醉酒地由头, 是一世顾灵对我究竟有没有意思。 对我有意思, 我就告白。 对我没意思, 我就装醉, 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可谓是尽可供, 退可守, 毕竟没人会把一个醉酒的人的话当真。 当晚, 我就以感谢顾灵这些日子接送我的名义, 请他约出来吃了饭。 两杯酒下肚, 我就开始了我的表演。 这一次, 我计划得很好, 我将来个大话西游式的表白。 结果到了关键时刻, 我的大脑卡壳了。 一紧张, 我来了个大话西游和泰坦尼克号的大混搭。 我深情款款地看着顾灵, 说,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可是我没有去珍惜, 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 尘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男孩说三个字。 顾灵一双桃花眼是淡淡笑意, 那三个字。 他的笑让我失去了思考能力, 我呆呆地道, 杰克, 你愿意跟我一起跳海吗? 本来冒着粉红泡泡的场景, 画风一下子就变了。 顾灵一正, 随即笑着道, 这可不是三个字。 我张了张嘴, 愣是没把那三个字说出口。 我说一连串台词的时候, 我能脸不红心不跳, 单独说三个字的时候。 有种说不出的羞耻感, 顾灵温柔低沉的声音, 在我耳畔响, 李李, 我也很喜欢你。 啊, 我还没告白呢? 顾灵轻叹一声, 我知道你没罪。 下一秒, 他就捧着我的脸, 轻轻吻了下来。 就这样, 我少了一个哥哥, 多了一个男朋友。 这天, 公司有个生意上的伙伴, 请业务部的许经理吃饭, 顺便谈一谈下个季度的合作。 许经理抱着让我长长见识的想法, 把我也给带上了。 到了酒店, 许经理去了一趟洗手间, 让我先去包厢等他。 我到了包厢, 才发现请许经理吃饭的正是观晓和许墨。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许墨诧异, 周理理,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坦然入座, 不是你们请我们公司的人吃饭的吗? 许墨一脸怀疑, 怀疑中带着嫉恨。 他之前想尽周氏, 可惜他能力不够, 落选了。 他恶意地揣测起来, 周理理, 就你这水平也尽得了周氏。 你肯定是靠那个顾灵进去的。 关晓的眼里是不怀好意地笑。 周理理, 你信不信, 我明天就能让你从周氏滚蛋。 不用想也知道, 关晓是想让我爸把我踢出公司。 好笑之余, 我有些纳闷, 周胜还没把我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关晓吗? 周胜确实没透露, 他很了解关晓的性格, 很天机。 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份, 很有可能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而暴露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庭的事实。 我站了起来, 看来今天这生意, 我们是没必要谈下去了。 关晓洞都没动一下, 掀开眼皮看了我一眼, 你算什么东西? 就一公司小职员, 还敢决定公司事务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周胜的外甥女。 又来了,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我是周胜外甥女, 这句话, 我已经听厌了。 那你知道周里里又是谁吗? 许经理那酝怒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许默想也不想就回道, 不就是个穷逼吗? 许经理喝了一声, 像是在嘲笑他的无知, 她是周胜周总的女儿, 你说她有没有资格决定公司的事务。 许默疼得站了起来, 你说谁是周胜的女儿? 周里里啊! 许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可能, 你被她骗了吧, 我跟她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 都没见过她, 穿过一次奢侈品, 你跟我说她是富婆。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 叫做私人定制。 许默发觉自己错过了那么大一座金山银山, 脸上是显而易见的懊悔。 观晓的脸色比许默还难看, 他一直拿着我爸的名头在外面扯大旗, 还骂我是穷逼, 万万没想到我身为周胜的亲女儿。 再默默地看着他装逼, 我看了看他, 丢下一句, 观晓, 别拿我爸的名头招摇撞骗了。 我爸说了, 他压根就不认识你。 这句话, 又惊起一波风浪。 我看到许默都快崩溃了, 他本来还想借着观晓的关系搭上我爸的, 结果观晓跟我爸没什么关系, 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 他为了观晓, 把我这个周氏的继承人给踹了, 肠子都快毁清了。 我还没走到酒店门口, 许默就拦住了我。 他质问, 李李, 你怎么不一早告诉我你是周胜的女儿? 我轻笑一声, 我告诉了你, 还怎么看清你的真面目? 这许默就是个我爸二号, 我无比庆幸自己装穷, 不然很有可能我会落得跟我妈一样的下场。 我正要走, 许默突然就跪在了我面前, 忏悔道, 李李, 我错了。 其实跟你分手后的每个日日夜夜, 我都在后悔, 我都想去找你。 但我太穷了, 我给不了你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忍住了。 说着说着, 许默的泪就下来了, 我告诉自己, 攒够一百万, 攒够了首付钱, 就重新回来找你。 我对观晓没感情的, 他的每一次触碰都让我感到恶心。 我的心里就只有你一个, 真的。 刚走出门的观晓, 听到许默对我的真情告白, 脸都绿了。 他甩了许默两巴掌, 踩着高跟鞋, 狼狈地离开了。 我知道, 观晓和许默算是彻底完了。 我对许默的变脸速度, 有些叹为观止。 至于他的那一番真情告白, 我的心里毫无波动, 甚至还有些想笑。 我笑了笑, 你看我很像傻子吗? 我转身离去, 许默连忙站了起来, 还想再来一番真情的告白。 顾灵那微冷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离我的女朋友远一点。 我一抬头, 就看到顾灵懒懒地靠在跑车前, 路边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 神情晦暗不明, 气势逼人。 那模样, 还挺帅。 许默震惊地看看我, 又看看顾灵, 眼里满是责备, 就好像是我背叛了他一样。 你谈恋爱了, 不行吗? 我高高兴兴地挽着顾灵的手走了, 留下许默一个人站在原地, 就像是丧家之犬一样。 这些日子, 我在公司把我爸那些不成器的亲戚 都踢了出去, 我看到我爸明明很生气, 但为了在我面前扮演慈父, 还鼓励我做得很好的模样, 别提有多高兴了。 下了班后, 我就美美地跟顾灵约会, 生活充实又平静。 直到周五那天, 我收到了我爸的微信, 他问我, 李李, 周日天气很好, 去爬山吗? 当我看到, 去爬山吗? 四个字, 心中警铃大作。 我记得有部口碑很好的电视剧, 男主把岳父岳母约出来爬山, 等爬到高点后, 就把他俩推下了山。 还有个新闻, 丈夫为了得到妻子的财产, 也约了妻子爬山, 把怀孕的妻子给推下了山。 也不怪我敏感, 再过几天, 我就二十三岁了, 就能合法继承我妈留给我的遗产了。 我爸这人, 再怎么沉得住气, 也该行动了。 我立马就找来了我的两大军师, 我就和顾灵, 商量对策。 最后我们商量出来的结果是, 可以去爬山, 但这个爬山的地点得由我们选。 我爸刚开始得知, 我同意去爬山, 还挺开心的, 但当他发现我要去另一处地方爬山, 就不太乐意了。 那就不去了, 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你安排爬山的地方也太远了, 想想都累。 我就早就查过了, 一个月前, 我爸就以心腹的名义 把那座山给包了下来。 那座山早就被我爸布置得危机重重了, 我去那边就是自寻死路。 我爸劝了半天, 我没有松口, 就是不去他要我爬的那座山。 他拿我没办法, 只好妥协了, 行, 那就去你想爬的那座山吧。 周日一早, 我跟我爸一起去爬山了, 这个点, 爬山的人还不少。 我爸看到这么多游客在爬山, 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他等会儿真对我动手了, 一个不注意, 那可都是目击证人啊, 那把他送到牢里去的那种。 至于我, 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高高兴兴地跟他爬着山。 我爸年纪大了, 平时都是坐办公室的, 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这山还没爬到半山腰, 他就累得气喘吁吁, 身上头上都是汗。 我看到了, 少不得要扮演一下好女儿, 爸, 我们俩歇一歇吧。 我爸擦了擦头上的汗, 看了看跟在后面的那几个游客, 又看了看前面的路上没有一个人, 他咬咬牙, 继续, 既然要爬山, 就不能半途而废。 我一副受教了的模样, 爸, 你说得可太有道理了, 那我们继续吧。 我爸有苦难言, 喘着粗气, 继续往上爬去。 这山又陡又难爬, 大部分人爬到半山腰就歇下了, 只有我和我爸一鼓作气爬到了山顶。 我看出来了, 我爸是真的想要我死, 我对他是彻底心灰意冷了。 等爬到山顶, 我爸坐在亭子上, 脸色通红,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副快死了的模样。 我看了有些好笑, 我还没死呢, 我爸倒像是半条命霉了。 我慢悠悠地在周边逛了一圈, 爸, 我们回去吧。 我爸脸色一变, 他才刚缓过来, 还没来得及动手呢, 我怎么可以离开? 他站了起来, 先别走, 爸爸还没逛过这里, 你陪我逛一逛这里吧。 行吧。 我又陪他逛了一圈, 最后我们俩停在了一处悬崖的边缘。 在他有意地推动下, 我站在前面, 他站在后面。 爸, 你往后站站, 我们靠崖边也太近了, 当心摔下去。 我爸没动, 反而往前又走了一步, 别怕, 我们注意一点就行了。 站在显处, 才能看到好风景啊。 我, 那要不你站在前面? 我爸, 他沉默了, 不说话了。 过了几秒, 他开始转移话题, 女儿啊, 这里风景这么好, 你帮我拍几张照片吧。 好啊。 我大脑中的雷达警告疯狂作响, 我爸大概是要行动了。 果然, 在我低头找手机的空, 我爸左右打亮了一眼, 见四周都没人一把将我推下了悬崖。 当我凄厉的声音从崖底传来, 我爸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随即, 他又表现得焦急如焚的样子, 朝崖底大喊了几声, 女儿, 女儿你千万别有事啊。 你放心, 爸爸马上派人来救你,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他匆匆忙忙往山下跑去, 没走几步, 就遇到了寻山的工作人员。 他连忙向他们求助, 快, 你们快派人救救我的女儿, 他从悬崖上摔下去了。 我爸也是个演技派, 说着说着, 眼泪就下来了, 把担心女儿有生命危险的老父亲 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 工作人员没有动, 眉头紧锁地看着他。 他们那副模样, 就好像他们知道点什么。 我爸心里有一瞬间的慌张, 又很快冷静下来。 他怒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去救人啊, 我女儿要是死了, 你们负责吗? 我们负不负责不知道, 你确实是要负这个责任的。 我爸豆大的汗水一直往下流, 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怀疑女儿是我推下山的? 她们的表情不可置否。 我爸耿着脖子, 你们疯了吗? 虎毒尚且不食子。 更何况, 李李是我最疼爱的女儿, 我怎么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他们还是一脸怀疑地看着她。 你们不就是吧? 那我找别人去救。 他愤怒地推开他们朝山下走去。 没走上两步, 我舅舅就从旁边的小道走了过来。 行了, 周胜, 别装了, 我们都看到了。 当我爸看到我舅舅的那一刹那, 脸色变得煞白, 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折着头上的叶子, 冷冷地嘲讽道, 我舅舅不在这里, 怎么能看到这一场好戏呢? 我爸看到我后, 瞳孔猛缩, 一副被吓到了的模样, 腿脚一软, 坐在地上。 过了几秒, 他脸色变得铁青, 你们做局害我。 我舅舅暗中调查了一个月, 都没有找到我爸谋害我妈的证据。 光凭那点录音, 别提定我爸的罪了, 就是让警察重新调查, 我妈的绑架案都难。 除非, 我爸再次动手害人。 当我爸明着邀请我爬山, 暗地里想害死我的时候, 我舅舅开始布局了。 这座山就是我舅舅朋友的产业, 这也是我爸邀请我爬山时, 我就让我把爸约到这里的原因。 为了知道我爸的具体计划, 我就特地在山上装了许多隐形摄像头。 每两天, 他就等到了我爸跟他的情妇官群过来踩点, 他们的交流也都被隐形摄像头给记录了下来。 我和我就早就知道了, 我爸会引我到右边的悬崖边上, 再把我推下山。 所以, 我就在距离悬崖基米的地方, 装了防护网, 用绿色的枝叶做演示。 我爸有些近视, 压根就看不出悬崖底下还有防护网。 接下来, 我就开始配合我爸, 来了一场钓鱼执法。 那些寻山的工作人员, 就是我就喊来的便衣警察。 他们也算是见证了我爸行凶的全过程, 二话不说, 就把我爸给抓走了。 到了警察局, 我爸还很嚣张, 我这顶多就是杀人未遂, 最多坐个几年牢, 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舅舅冷笑, 是吗? 你是不是忘了, 你身上还背着一条我周家的人命。 我就那眼神就像是一把利剑, 令心虚的我爸都不敢直视, 他的声音不像刚才那样嚣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笃定了当年他派人谋害我妈那事, 年代久远, 警察有心查, 也查不到什么证据, 他只要装傻到底就好了。 哼, 我冷冷道, 爸, 你的嘴可真硬啊, 就是不知道关雀的嘴会不会像你一样硬。 我爸这个时候才紧张起来, 他疼得站了起来, 你们把他也给抓了。 当然, 他可是共犯啊, 我笑吟吟道, 爸, 你的日子看来会很有盼头呢。 我的这句话刺激到了他, 他大概是想到了以后的凄惨命运, 惨白着一张脸, 对着我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我神情平静, 眼底却有泪,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啊, 这些年装慈腹一定很辛苦吧。 我爸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警察给压走了。 我舅舅拍了拍我的肩膀, 李李啊, 你也别太难过, 你舅舅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我轻轻应了声, 顾灵也想说些安慰我的话, 他张了张嘴, 最终什么都没说。 他明白语言在此时此刻是苍白无力的, 他将我的手握得紧了些。 掌心炙热, 带有别样的温情。 我看看对我一脸关心的舅舅和顾灵, 忽然就释然了。 过了几日, 跟我猜想的那样, 我爸的情妇官群承受不住警察的拷问, 率先招了。 正所谓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爸件事情没有扭转的余地, 没有办法也都招了。 原来, 当年我妈撞破了我爸和官群的奸情后, 我爸当即对我妈跪了下来, 痛哭流涕地向她认了错, 她保证不会再跟官群来往。 我妈心软, 答应了。 我妈这人体弱多病, 她怕什么时候就突然去世了。 她留了一个心眼, 她暗暗立了遗嘱, 指明了让我在二十三岁后继承家产。 她又怕她死后, 我爸会对我不好, 又在遗嘱中补充了一条。 如果我未成年前就意外身亡了, 那她这遗产就捐给慈善机构。 也是因为这一条, 我才安然地活到现在。 我妈立好遗嘱没过多久, 就在一次撞见了我爸跟官群在一起, 这一次她说什么也要离婚了。 我爸本来就是冲着钱跟我妈结婚的, 眼看到手的钱要跑了,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跟官群一起花钱找了绑匪, 派绑匪把我妈绑架并且撕票了。 我爸是个演技派, 我妈被绑架后, 她表现得比谁都着急, 因此没有一个人怀疑 这件事是她派人干的。 我妈死后, 她以为她就能继承我妈的遗产了。 她万万没想到, 我妈事先立好了遗嘱, 为了我妈的遗产她, 不得不对我好。 她本来是想等我成年后就把我杀了的, 后来看我就是个傻白田, 就改了主意, 试图把我的财产哄骗到手。 而那些绑匪, 警察还在追捕中, 估计很快就能把他们追捕到案。 我得知真相后, 对我爸只有无尽的恨意。 由于我爸情节恶劣, 法院判了他死刑, 而关曲儿则是无期徒刑, 那些绑匪也判了无期。 在我爸和关曲儿被正式审判前, 关小曾来找过我。 几个月没见, 关小早就没了之前的趾高气扬, 一脸的颓败。 他没了我爸的庇护, 他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他来找我, 是来给我爸还有他妈求情的, 希望我身为被害人的家属, 能写谅解书原谅他们, 好让他们少盼几年。 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我凭什么对这两个杀人凶手仁慈, 他们有对我妈仁慈过吗? 这期间, 许墨还来找过我, 哭着跟我说他错了, 希望我能原谅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会好好对我的。 我让家里的保镖把他请了出去。 我爸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 我和顾灵去墓地看了我妈。 我把一棚小厨局放在了我妈的墓前, 郑重地说, 妈, 我已经替你报仇了, 当年害你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又跟我妈说了说自己的近况, 我接手了我家的公司。 舅舅特地派了个助理协助我管理, 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还跟顾灵订了婚, 无论是顾灵还是伯父伯母都很疼我, 我妈不用担心我过得不好。 墓碑上, 是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她神情温婉, 微微笑着。 我想我妈这一次能够真正地安息了。